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俩是在网上认识的 我觉得我们俩挺有缘分的 他对我一直都挺好的 他比我大20岁 我丝毫没有介意 我觉得男人年龄大 责任感会更强一些 可结果他却不是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越长 他对我越反感 总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跟我斤斤计较 本来男人就应该包容女人 但是我却一直包容他 他却一次一次伤我的心 我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我也不想再从导覆辙 我们的婚姻亮起了红灯 是因为我们年龄差距太大 有代沟 还是因为我们不懂得珍惜 现在的生活 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王先生 45岁来自黑龙江 自由职业 有请王先生 来有请 女嘉宾小鹿25岁 来自山西 自由职业 有请小鹿 来 欢迎两位 大他20岁是吧 结婚几年 两年多 两年多 有孩子吗 有了 一岁多 男孩女孩 你好 今天谁要来的 我 来干嘛 我主要吧 就觉得他太不负责任了 对这个家 没有责任心 自私 我希望他能有所改过 投诉 说你跟前妻离婚是一位包办婚姻 是 当年是父母包办 结婚多少年离的呀 16年 有孩子吗 有 孩子多大的时候离的婚 16岁 怎么过了16年又不过了呢 感情始终不合 当年结婚以后发现感情就不合 我跟我前妻就说了 等那孩子长大了 以后再离 那孩子跟谁一起生活呢 16岁之后 跟我呢 男孩女孩 女孩 女儿 那现在女儿多大 22 就女儿比她小三岁是吧 对 现在女儿还跟你们生活在一起吗 跟我们在一起 尴尬吗 不尴尬 她叫你什么 姐 关系好吗 我俩关系挺好的 怎么认识的 怎么嫁给她的呀 我俩是从网上认识的 我父母就不同意 感觉我俩不合适 她又大我那么多 大我那么多 不是应该更对我好吗 那我对你还不好吗 我现在天天都不要你下楼 你上街上爱吃面 我天天给你买馒头 你爱吃面我就给你买 不是你还好意思说 我都吃一年的馒头了 那给你买瓶 你不不吃吗 我当时不是觉得饼子贵吗 那么一块一个 那跟我有啥关系 在家啥都不做 早上你说我带个孩子 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收拾家 你回来呢 就是玩手机 就是看电视 那你说我天天 早上走了 晚上回来了 那哪有时间看孩子 怎么就没时间 那孩子摔地上 你坐跟前 你并应该看一下呀 不应该扶一下 那我知道那啥是摔倒啊 我不也不知道 你就在旁边坐呢 你不知道 摔了之后你扶了吗 扶 那能不扶吗 你报了吗 报了 他不跟我 为什么呀 不知道啊 那还不就他每天不管吗 小孩一般是不跟陌生人说话 你知道吧 对 他这样就不说了 你说我自己在家带孩子多累呀 他还带朋友回家吃饭 我都不是说是心疼浅 你说我带个朋友 我又得做吧 做完了 你说他们吃到半夜了 我还得熟悉 带个孩子咋熟悉呀 完了他还耍酒疯 喝完酒 那不让我们睡觉 还一个不惜能闲的 除了请朋友吃饭 那朋友总请咱们吃饭 能不请你吃饭吗 花一千多香花贵了 那回来 回来自己家 做点三百二百的就够了 一说给家 造个瓶瓶的 那你乱了 你说你应该帮我熟悉呀 我一个人带孩子熟悉 你玩酒疯 你还不让我们睡觉 那朋友上家 你说吃饭来了 吃饭了 能不陪你喝酒吗 那邻居都说好几回了 大半夜的你说 你像个爷们吗 你四十多岁人 跟二十多岁人吵 我没个没个的吵 那你说吧 那回他过生日了 我心想了 我就想给他过个生日 我在家 有时候抱着孩子 我都得炒菜 给他做一做的菜 给他打电话 他竟然不回来了 跟朋友在外边吃饭 完了还唱歌 他一晚上不会回来 都没为我考虑 我在家给他做一做 就为你考虑我才不回来的吗 你说领家的 都知道我过生日 都来上我家吃饭了 晚上给你造皮片 你不乐意 朋友说了 今天过生日 在外头就请我吃顿饭 还人家花钱 吃完饭了 又请我去唱的歌 唱歌喝就喝多了 别回去乱回去 完了还吵 左连右舍还来找来 不回来了 你第二天早上回来 不多好吗 就你们那些朋友 为你考虑吗 你说去年 那年咱俩刚结婚的时候 那你做生意也不好 是不是了 身上咱俩就生一千多块钱了 一千一了 你朋友朝你借钱 你说直接把一千借给人家 生一百块钱我来花 那你投几千都不借吗 那你 你说了 接一千我先两三天就还 那谁知道他不还呢 你也知道他不还呀 那我快生孩子的时候 你知道生孩子费用多大吗 快生了想买个雕 我刚才花九千块钱买个雕 整得我生孩子 还得刷信用卡 谁买雕 给你买雕 他嘛 他自己也没给我 那信用卡不也得我还吧 你还了 买雕是什么事 那男人在外头 不得装个面子吗 那还冷了 我就买个雕 买个雕 我跟他说了 我说等你孩子立手以后 我给你买屁五个好的 买了吗 没有 我还没立手呢 这孩子 再说这事 今天就不应当说这事 这事就说 怎么不应当 这不今年收里刚有点钱 他朋友又问他借钱 收里没有 把我家车都卖了 借五百块钱给人家 我就想 下一步估计就卖房子了 帮我娘俩减出去吧 前几年我朋友说要买房子 没有钱 我说你买吧 买 当时我就说 我说没有钱 我应该买鞋 我都借给你 那现在有车是没钱了 那个车卖的借给 银也不是不还 那借就借了呗 那都打人 男人说话 吐口吐没的是个丁吗 那你外边说 你不可能不负责任啊 对家里头 是不是了 我就感觉这家 就是你的旅店 我还不如服务员呢 连工资都没有 是 生意不挣钱 哪天不让你吃饱了 那馒头也叫饭呢 那馒头 你山西人不爱吃面吗 你不能天天吃馒头吧 就为了给你省钱 王老板 生意做得好吗 不好 不挣钱啊 第二年不行 不行 车也卖了 那是帮朋友卖的 帮朋友 把雕也卖了呀 雕不够我卖了 不够 下一步准备干嘛 卖房 那当时打了已经了 你就得做到了 你就给人吃一个月的馒头啊 吃一年了 哪是一个月啊 吃一年的馒头啊 他山西人爱吃面 你天天不吃吧 我是不在家吃的 他天天在外边吃 你生意都不好 还天天在外边吃饭啊 我就盒饭 盒饭啊 你可在外边吃盒饭 也不回家呀 离家远 干嘛呀 我自己有个营业厅 这几年就不挣钱 那你得照顾去 你下不下班啊 下班有时候朋友就在外边 是有时候还是天天啊 大部分都是 一个礼拜就有五六天 有时候大半夜回家 还有五六天呢 差不多 你老婆好吗 挺好的 小朋友是自己带的 还是谁带啊 我自己带 不容易啊 你咋不帮着带呢 我没有时间嘛 你干嘛去了 那个白天 在营业厅 晚上喝酒 晚上回来 这不生意不好 有时候他说玩手机 我那不是玩手机 我看你都在网络上挣钱 我这不一想挣点钱 补贴补贴家嘛 真会说啊 就是不负责任嘛 太大不负责任 行了我看到 你工作嘛 我没有 为了孩子 我这不收到家里头了嘛 就看孩子 孩子你说这母乳期间嘛 根本脱不了手 也没有公公婆婆 啥都是自己 你说有时候厕所都上不了 最起码他回来帮我看的孩子 我就能做饭吧 不是 你那会儿为什么要嫁给他呀 我当时感觉他这人 是说话算术的那种 挺有责任性的 谁知道现在成这样了呢 一般都是说到做到 我现在也是说到做到啊 可不就是嘛 自己家宁可吃馒头 都得借别人钱 哦 打中脸充胖子是吧 对嘛 你说他处朋友 我为了他 你说结了会 我聊个朋友都没有了 朋友呢 就不怎么联系了 还没有朋友呢 还说呢 今天夏天我回家 无意中看到手机 你说你跟谁聊天不好 跟他前男男朋友聊天 那我俩都分手两三年了 你说人家都有孩子了 朋友还不能做了 就偶尔会我一下过得早要 前男朋友也结婚 你媳妇发现找你怎么办呢 他咋找我 人家两口的又离婚了 什么事都怨我 我从来我都不挑 就那天说的 那你每次回家 他每次回家 微信删得光光的 连短信聊天记录都没有 连通话记录都没有 那不可能那么干净吧 我就觉得这有回 谁回家之前都删干干净的 那你的意思 有两个小姑娘给我发一期 你看着太高兴了 我就觉得心里不对嘛 我就觉得你不负责任 就自私 有一回你说吧 我八月十五了 我妈说了过节了 大伙都回家吃个饭吧 我刚跟她说了 她说快别去了 咱们自己家在家里头 吃一顿得了 我说那行 跟我妈打的电话 就说不去了 一会儿她朋友 给她打电话了 一会儿挂了电话 娘说行 走了 帮我们娘俩人家 我不说也许你不不去吗 不能去吗 那不是过节吗 我现在不给她省点吗 给她骂他家过节了 自己在自己家吃一不得了 你就觉得你朋友好 那你跟朋友过就行了吗 去过干啥呢 她跟你母亲关系好吗 我妈一开始 本来就不早同意我们 这现在了 这有孩子了 勉强同意了吗 这是不同意 然后妈妈还会说 八月十五 让你们回家吃饭 对吗 那你应该去吃才对啊 她朋友做药 有时候 你这份宿舍差 没差几岁 不好意思去吗 那跟她有啥关系呢 你要这么个丈夫 跟有和没有是一样的呀 我就是觉得 我们已经有孩子了吗 不能让我孩子 也没有个亲爹 看她能不能改吗 就是看在我家孩子的份上 哎呦 行吧 那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奔券 我们说老夫少妻很正常 但是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老夫少妻 都是对自己的妻子宠爱有加 甚至像女儿一样的疼 但是你真的没有把她当宝贝 而把她当成了一个保姆 你说你与心何人 另外我们也分明看出 在你的心中 绝对没有自己的妻子 和现在的小女儿 你已经当过了两次丈夫 你明白应该怎样当丈夫 你已经当了两个孩子的父亲 你应该明白当父亲的责任 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但不负责任 而且就想着自己的潇洒快活 说起来很忙 我再问你一下 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 连同业业厅 卖手机的 对 对这一个技术 你非常的熟悉 妻子和前男友微信聊天 你吃醋 你反感 这一点我们能理解 但是你自己为什么每天回去 都把手机清理的干干净净的 你又是做手机生意的 你对手机的性能太熟悉了 你完全没有技术障碍 你不要以为她只有二十多岁 她不懂 她是一个妈妈 她是一个女人 所以今天我真的不想和你多说 我们说人应该懂得珍惜 人家一个王花闺女 当年能嫁给你 她要面对多少的压力 她要承受多少的内心感觉的这一些 可以说是遗憾 甚至 她的这种勇气 是值得你去感恩她的 作为一个妻子 作为一个妈妈 我知道你已经感觉 已经是这样了 但是你毕竟孩子有二十多岁 你要考量一下评估一下 在这一条州上 她能不能 平安无事的这样的在行使 因为这个舵手是她 万一哪一天 这条州到了 我们的大河深处翻船了 那时候就来不及了 所以我认为趁现在年轻 你好好的思考一下 今天这个机会也很难得 好不好 你还是一个小姑娘 谢谢包红秀 谢谢老师 许总 今天谁提出要来的 女生 你来的目的是 让我们改造她 是吧 对 你觉得可能吗 就凭我们这么几分钟 十几分钟的话 能改造一个 有四十多岁 经验男人的行为 你觉得可能吗 我觉得你来倒是来对了 但目的我们换一下 我们想改造改造你 现在都已经 这种状态 你跟她基本上 就是名存实亡的 一个夫妻状态 一周五六天在外面 还生一天吗 回来看手机 不理你 跟你们零交流 孩子都不认她 这太说明问题了 给你吃了一年的馒头啊 孩子多大了 一岁 一岁 还喂奶呢吗 喂奶 营养何来呀 她心里有你有孩子 有这个家吗 她在外面干什么 你是一无所知 对吗 对 你什么学历啊 高中 找不着工作吗 能 为什么不去找 就是为了孩子 留到家里头了 孩子不是你一个的孩子 她也有份 我也希望她能明白 这个家也不是 我一个人的家 她不明白 如果她对这个家爱 对孩子爱 对你爱 她自己一定会明白 这是本能 做父亲的本能 做丈夫的本能 她这都没有 你希望她能带给你什么 你要找一份工作 不要依附于她身上 否则你一点话语权都没有 你所有的命运 掌握在这个 不靠谱的男人身上 太不直了 我对她无话可说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胡老师 一个45岁的男人 离了婚之后 把房子卖了 到山西 想重新安一个家 可以理解 想重新寻找一段爱情 可以理解 见着一个20岁的小姑娘 秀色可参 可以理解 但是你有没有45岁男人 离过婚之后的一次透彻 和一点优雅 有很多人说 这个女生看重对男人什么 在我们舞台上 像这样的案例 这不是第一早 我早就不问这个问题 大概是他们都认为 自己的付出太多吧 20多岁 十月怀胎 再生个孩子 又熬了这么多年 觉得这所有的付出 没有回报 我怎么肯撒手呢 但是我告诉你姑娘 按道理来说 像你这20岁左右的年龄 不应该这么早要孩子 也不应该嫁给一个 比自己大 这么多大年龄的人 如果要嫁给一个 比自己年龄大上 一倍多的男人 是因为能够得到 他的沉稳 呵护和细心 你有吗 你没 你还不如嫁一个 同年龄的人 还有点青春的燃烧的感觉 你啥也没有 按道理来说 无论如何你们有孩子 不应该去让你们离呀 不符合中国的传统价值观 但是从这个男人身上 你看不到一点好 看不到一点希望 所以你要是今天 真的出来了 我告诉你 你后半辈子 所有的苦 你就自己承受 谁也说不上 你好自为之不 你现在可能更重要的是 要做一个好妈妈 做一个独立的母亲 想清楚 重新开始生活吧 黄金六十秒 老汉 我错了 我要重新补偿你 我要好好待你 希望一会你出来吧 我就是觉得你真的很不负责任 我还没想好以后 要不要就这样跟你走下去 我想考虑考虑 我真的不希望以后还这样过 还跟着你吃馒头 我真的想考虑 不能了放心吧 我会改的 请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开门 就这样 老婆我错了 以后我改 我之所以出来 我就是不想让咱们女儿没有爸爸 我就是为了女儿 也希望给你一个机会 真心希望你能改 谢谢老婆 女生啊 就她这么欺辱你 你怎么可能就这么放过她了呢 老师们跟你说得很清楚 即使是要原谅她 也不能这么轻易地原谅 要让她长了教训之后再重新开始 男生 也不用求婚了 对不对 反正是你老婆 对吧 手牵着手过你们俩的日子去好吗 谢谢你们 请回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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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